之前的選舉制度其實我們都看到一個弊端 現在完善了之後我希望有一個新的局面 因為大家看到無論在立法會選舉或者是區議會選舉 其實都不多不少選到一些不是真的為我們做事的人出來 希望有些新的選舉制度可以令到我們選到一些真的會為社會做事的人 不是為社會搞事添亂的人出來 選舉委員會下個星期日舉行選舉 包括人大、政協等大批當然委員及自動當選委員 星期六起一連兩日在全港各區設立千個街站 宣傳新選舉制度及政綱 自動當選的演藝、文化及出品界選委屈永賢 怎樣看這次選委會選舉呢 跟以前的選委會有少少不同的 除了可以選特首之外 亦都可以選40位的立法會議員出來 其實都有一個監察的作用 因為我們有份投票的話 我們亦都有份去監察我們投票的人 能不能夠做到他當日承諾我們的事 其實美國的總統選舉都是間選來的 很多人是看你怎樣去用哪個角度去看的 大家看到美國總統姆劉戈爾 或者後來的希拉莉 其實他們最後都是在選舉人票那裡輸的 其實他們都是某程度上是一個間選來的 選舉制度這件事沒有說得一種 我起碼看到覺得是比起以前的選舉制度會好些 他又希望將來的特首或者立法會議員 為他所屬的界別作出什麼貢獻呢 其實體育演藝文化出版 這些勝正系年輕人可以最好的出路 我們希望將來的特首或者是將來選舉的立法會議員 他會去真是幫我們可以爭取有個體育文化旅遊局 去整合所有的關於體育文化藝術 這些這樣的制度或者政策 尤其是幫年輕人找多些出路 找多些平台 找多些舞台給他們 就讓他們不要再在政治舞台那裡玩 因為政治其實真的不適合年輕人 另一名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選委王滑明 就在九龍灣擺街站宣傳選委會選舉